答應了大家會分享一下怎樣可以省住去旅行 但你也知道我不是十八二十二 很難說回到backpacker的年代這樣玩 所以這次最主要跟大家說一下 怎樣可以一路省點錢 又不要花得那麼大 但旅程當中都會有一些highlight的位置可以享享世界 其實好像我之前這樣說 如果你已經有深水的機票和酒店的話 千萬不要不斷搜尋 大概記得價錢對的就博取了 因為那些旅遊app知道你是不停地看同一樣東西的時候 就會令到價錢越來越貴 如果你已經做了這個動作的話 你又可以試一下clear你的cookies 就可以回到最初搜尋價錢 我想省錢住一間漂亮的溫泉酒店 所以這次選擇了初念行 也是一間叫budget的租車公司 會便宜一點的 然後這間溫泉酒店要的錢就是四千一元左右 你沒有聽錯是四千元左右 但有玩開溫泉酒店的朋友 便會知道這一類型的酒店 你會有得吃,有得睡,有得玩 所以全天你都不會再花出去花其他錢 所以這一間我也是很推薦的 而且如果你整個旅程裡 已經有一個highlight的環節的話 其他地方便節省點洗 好像這一天之後的酒店 其實我也是在說住三四百元晚的 好,帶大家看看這間酒店 這間酒店只有六間房 剛剛進去check in之後 他現在就帶我去做一件事 就是選你這一天穿的浴衣了 現在就讓我帶你們看看我的房間 這條樓梯下去,我的喉枕很噁心 不過你不用管了 這些浸溫泉當然是擠起來 按下就算了 話說這間房間 其實就exactly是我target的那間 但如果你上那些agoda 那些那些 其實他又不能真的讓你去選這個房間的名字 從個size段故 最後就讓我選中了這間 所以我很開心 首先每一間屋進來都會有一個圓關位 其實我相信就是讓你換鞋、穿鞋 可能開行李箱 但是我又不想拿東西次次在這裏拿 所以就要把行李箱抽進去 我又免得拿個輪子這樣剪別人的地下 然後終於進來這間屋了 首先是有個廳,然後是有房間的 好了,那我先說一下 那廳呢,你就看到都OK啦 Size又有電視啊 又有這些很日式的桌椅 其實你來到的時候 它是有一個Welcome drink 還有一個綠茶的膏 還有桌子之所以這麼混亂是因為我的 因為香港人來到日本 一定是要去Family Mart 一定要買東西才安樂 我也有做到這件事 好了,然後呢 這裡就有一個很舒服的休息的位置 其實外面這裡就是一個日式的小花園 但要留意一下,其實外面是剛才泊車的位置 你是看到路,看到對面間屋 而我是黏了線的 因為剛才我一進來這裡 我就站在這裡換衣服 但我發現你是看到所有人 和所有人都是看到你的 在選溫泉酒店的時候 如果你不需要自己房間裡有溫泉 即是說你去浸大浴場都OK的話 其實就會便宜一折了 而多數這些浴場你都可以訂一個小時霸佔了 所以其實私隱度都不錯 而其實有住溫泉酒店的朋友都應該知道 這些房間通常是有和式房和洋式房 這間酒店就比較old school 它就只有和式房 即是說晚上趁你去吃飯的時候 它就會在這裡幫你鋪睡的床褥 有一個小廚房 而這間房都是看著外面的很漂亮的日本花園 好 接著我們去看溫泉 接著這裡就有一個小廚房 但其實你都沒什麼機會用到的 因為這些溫泉酒店 它那個非常昂貴的價格 當然包含晚上的飯和翌日的早餐 所以我猜除非我會做咖啡 如果不是我應該不會用到這個位 接著就洗手間 洗手間也是很漂亮的 有些座廁 接著就是一個梳洗的地方 即是鏡桌 其實這次我們選擇了很便宜的 是用最便宜的方法 就是兩個人一個行李箱 行李費便會便宜一點 接著我們就把東西迫到 每一樣東西都是大最基本 但我覺得這件事最後是挺過癮的 因為你會發現你要戴的東西 其實又不是真的那麼多 化妝袋執了一袋 然後那些頭髮等等的梳洗用品 練完supplements 已經就是這一袋 然後牙膏牙刷 Skin Care那些就是一袋 哇 超少東西 我這次真的戴得 本世紀最少 接著就是溫泉 其實呢 因為這裡的燈光 都是有點像那些桑拿房 都是紅一點的 但其實我自己現場之身的環境 連同溫泉味是超棒的 它有兩個溫泉 一個是在裡面的 我想下雨的時候 你絕對可以浸這個 然後看著外面 外面再有一個露天的 然後我們就出去看看室外的溫泉 小心喔 其實我真的很喜歡這個 因為室內那個 你的感覺始終都是有浴缸的 室外這個 真的對著一片的山 其實這個溫泉 我剛才也摸過水 雖然你看到它冒煙 可能是因為今天天氣很冷的 但是它的溫度 我覺得跟裡面的差不多 都是因為天氣冷 所以好像冒煙了 但是呢 因為 好像我剛才這樣說 其實你剛剛泊車的位置 就已經在外面 那裡 所以呢 我想我還是會等大家入房 即是不會再有車 在外面出出入入先 那我就會浸這個了 接下來的活動 還有不用問 當然是拍照啦 曾經在網上看到有人說 千萬不要讓港女們穿這件和服 其實是浴衣啦 因為他們真的會覺得自己很漂亮 其實無論我覺得自己漂亮不漂亮 我都會不斷拍的 所以這個下午你的娛樂 這間酒店就包辦的了 就可以浸溫泉啦 穿著那件浴衣啦 走來走去啦 拍照啦 不拍照的 都是會浸啦 浸完又浸啦 浸幾十次啦 拍照啦 拍照啦 怎麼搞錯呀 這麼漂亮呢 Hello Kitty胡蝶 好可憐 麻煩你過來拍照我那個 好 垃圾 回菜 哇 下面 包種 哈哈哈哈哈哈 之所以說著溫泉酒店要四千元晚 但其實也不是說很貴 首先四千元你也隨意的嘛 然後呢 他又包了兩餐的 包括呢 就是現在你看到的這個晚餐 有些溫泉酒店就會去你的房間裡serve你 而這個呢 就是去他的餐廳那裡吃的 但是話雖如此 一間酒店只有六間房 我們兩人都已經是霸佔了他大部分的啦 因為好像最後我也是看到有三家人職 而我有住過一些比較大型的溫泉酒店呢 都是基本上你吃飯都是有一間間房 是私隱度非常之高 如果這些方面呢 有要求的朋友呢 就會很適合啦 那在你check in的時候 其實他會問你 譬如 因為都是這些他發版的那些 那些 那些 所以呢 他就會問你 譬如生雞吃不吃 我不吃就變了炭燒雞啦 蠟豆吃不吃啊 那我是 剛好是吃的 所以我又有了 所以你又不用很擔心 真的去到又這麼貴一頓 那不適合吃怎麼辦呢 而且話畢都是懷石料理 其實他的東西雖然是細份 但很精緻的 我是吃光它放在我面前的任何東西 包括伴碟那些 所以其實這一頓飯是很飽的 吃到和牛呢 其實我是質疑不夠飽的 誰知道他又再來多一大盤 這樣的 這個是有整盤菜 還有他們出名的 豚肉 那再之後呢 其實還有飯還有甜品 所以一定會飽到牛 而一頓這樣的懷石料理 其實如果你要在外面吃的話 分分鐘都要幾百元位 你想想二千元一位的酒店錢 這頓飯都佔了成 可能五六百元一位 所以其實又顯得不是很貴 那吃完這頓飯呢 我就要回去浸個漂亮的溫泉 然後就睡覺 因為其實也沒什麼好做了 哇 真是嚇死寶寶了 今早下雨啊 幸好下了一個多小時 突然又出了太陽 那他們又會做個早餐給我們吃 也是非常精緻的 豪炭完一晚之後 第二天起床就開始cheap油了 不過cheap油呢 就可以少點時間在酒店 多點時間出去玩 那也會有時候 駕車經過見到很漂亮的景點 可以拍照的都會推薦給大家的 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分享的話 記得like 和告訴我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